我是一個工人 今年56歲 做工也已經30年 這輩子幾乎都是在工地工作 我來自屏東的一個村落 我們那屏東人不是做小吃 就是到外縣市討生活 我也是在18歲高子一畢業 就去了台北 想說要去床看看 沒想到一離開就是30年 在台北的20幾年 我其實很少回家 因為工作一直都不太穩定 而且車票也很貴 每次想嫁的時候 就只能打電話回家 跟爸爸媽媽聊啊聊 報個平安 不能真的陪伴在他們身邊 就是我那時候最大的遺憾 後來在我40多歲的時候 終於找到一份在高雄的工作 那時候我也剛結婚 有了小孩 但是他們年紀都還小 為了能夠都陪陪他們 我每天呢 都要從屏東騎車到高雄上班 每天早上5點多呢 天還沒亮 就要出門了 要騎一個多小時呢 才能到我工作的地方 雖然我們做工的 天天都要在太陽底下工作 但一想到能夠陪伴他們 我就不解得累了 這工作呢 我做了將近10年 把兒女養大之後呢 我每天都在期待 總有一天呢 能夠回到屏東 在自己的家鄉工作 我等了好久 今年終於在屏東 找到了一份太陽能工程的工作 每天呢 在工地架設 維修 和保養太陽能板 比起呢 以前的跑來跑去 接一些短期的零工 這工作比較長期 這樣才能帶給我家人 更穩定的生活 回家這條路呢 我走了大半輩子 從18歲到現在都快60歲了 我終於實現了回家的願望 現在我的兒女們呢 也都上了高中大學了 雖然過去呢 我為了工作 錯過了陪伴他們成長的機會 但我希望 可以從現在開始彌補 當一個秤子 讓他們驕傲的爸爸 身邊的同事呢 也都和我一樣 大半輩子都在外面流浪 這工作 給了身為屏東遊子的我們 一個回家的機會 現在的我呢 每天都在工地農業的工作 希望可以用我微小的力量 來幫助屏東令人的發展 總有一天 我們屏東人 可以不用在奇怪地頭上活 都能夠回家 陪伴在家人朋友身邊 不必繼續在外面流浪 我相信 這個願望一定會實現 我相信 這次是 走到一個人的家庭 打開 一個人的家庭 起床 一切都是